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财经要闻节目 我们为您关注到来自市场的最新资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高盛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周二晚间 高盛美国的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发布研究报告表示 有诸多因素可能会造成十一月美国大选 没有办法按时产生结果 并且建议投资者在期权市场上将手中的头寸对冲保护 延长到十二月底 以免造成难以预测的市场波动 他表示类似于在两千年小布什和戈尔对决那样延迟很多周 才能够决出胜者的情况 在今年很有可能重新上演 而现在由于整个病情的大流行 使得多场初选会以邮寄选票的方式展开 这样的方式在今年十一月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由此大选引起的波动可能会延续到十一月三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此外期权市场的交易者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倾向 相较于以往周期今年选举日前后的隐含波动异常的高涨 虽然其中有疫情因素的影响 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出了交易者 对于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不确定性仍然隐含担忧 因此高盛建议投资者要增加期权对冲的余量 到十一月二十日到期的期权给了长达两周的缓冲 但是考虑到此前延长计票时间还有轻微倒置的时间结构 可能十二月十八日到期的季度期权才是更加好的选择 在二零零零年的时候 小布什和戈尔花了整整三十四天才定下最终总统大选宝座的胜利者 另外再要为您看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斯 在周二表示 在这一次全球大流行以及经济影响消退后 许多国家可能必须要进行债务重组了 这是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场线上活动 他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但是受到病毒大流行的影响 世界上比较贫困的国家有更持久的债务减免需求 他特别提到有百分之四十的低收入国家 已经陷入了债务困境 很有可能会出现债务的危机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而许多国家可能要进行债务重组 他和其他国际金融专家纷纷建议 二十国集团应该延长年底即将冻结的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行动 他们还呼吁私营部门也应该参与到债务延期行动中 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日前也表示 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二十国集团债务新方案的时间表 债务重组的过程需要变得更加的快 也要变得更加的得当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特别提到 由于各个经济体在疫情期间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 预计今年全球债务占到GDP的比例 要比四月份报告的预期值上升五点一个百分点 到达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 而二零二一年将进一步升至百分之一百零三 在六月二十五日更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警告表示 持续攀升的债务就像不断膨胀 随时可能破裂的气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指出 在过去的十年中累积了很多金融脆弱性的问题 可能会因为债务以及疫情暴露出来 而现在家庭债务有所增加 这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另外一个脆弱点 而经济恶化也影响了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偿还能力 将对银行部门的抗风险能力提出进一步的考验 因此他们特别警告表示 如果这次疫情进一步蔓延 那么很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清算银行近日也在报告中指出 这次疫情消退后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格局 显著特征就是特别高的债务水平 尤其是在公共部门 因此应对高额公共债务问题时 主要应该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 也要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股市相关的消息 截至周三收盘 上证指数深证指数连续七日出现上涨 其中上证指数收高到三千四百零三点 创下了二零一八年二月以来的新高 而代表蓝筹股走势的护身三百指数 更是创下了二零一五年六月以来的新高 现在随着A股持续走高 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行和媒体 进一步增加了对于A股的关注 有多家投行都调高了对于A股未来走势的预期 摩根斯坦利在周二发布的研报中表示 随着成交量未来营收清晰度流动性监管和政策的支持 A股正在进入牛市 而大摩将未来十二个月护身三百指数的目标价定为了五千三百六十点 比周三的收盘价仍有百分之十二的空间 瑞银在周三发布的报告中则指出 随着明年企业的营收预期会出现水涨船高的迹象 预计护身三百指数在未来三到六个月也将持续走高 大摩指出过热的市场氛围可能会导致监管政策的收紧 但是目前A股投资者的情绪仍然低于二零一五年六月 当时被认为是狂热而且不可持续 凯头宏观的市场经济学家则指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市场情绪还没有达到以往那样夸张的水平 护身三百指数在二零一五年达到巅峰前的九个月里已经翻了一倍 这个指数在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七年期间可是翻了五倍 另外专家表示 全国股市在过去十年里的走势要低于美股市场 基于中国A股的上涨 我们可以讨论散户效应 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疫情控制的更好 导致亚洲国家的股市迎头赶上 相较于投行更加关注于估值 国际媒体其实更加关注的是市场的舆论环境 本周一中国官方媒体喊出了健康牛的口号 这个效果就像美联储公开说美股现在很便宜 大家赶快进场一样 现在随着A股步入牛市 越来越多的赚钱案例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 上周末刊发的国际报道中 有位于深圳的量化基金表示 他们的策略是每日清仓前一天买入股票 并且买入市场情绪最强烈的股票 今年热门板块的情绪往往能够持续三到五天 所以这种快进快出的策略倒是有很高的胜率 根据媒体报告 这一支私募基金到今年六月收益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一百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企业相关的一条消息 乐视系曾经向招商银行贷款二十七点四亿港元 用于收购酷派百分之十八的股权 而随着乐视系资金链出现断裂 商贷体系全面崩盘 还款现在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财经网的报道 乐视网的创始人贾跃婷回国的时间现在仍然没有定 而与之离婚不到一年的前期近日被限制出境了 在六月二十九日上海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表示 甘薇因为没有履行法律文书所规定的义务 现在法院已经限制其出境 公告显示甘薇被限制出境一案的申请执行人 是招商银行的上海川北之行 执行标的金额是五点三三亿元 而上海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已经邀请执行联动机制成员单位 基层协助执行网络成员 还有社会公众协助法院一起执行 甘薇被限制出境 暗游为招商银行上海川北银行与甲跃婷以及甘薇的金融借款合同出现了纠纷 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招商银行上海川北之行向乐视系进行了第一笔信贷投放 总融资额为二十七点四亿港元 而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 这样一笔贷款正是乐视系收购百分之十八的酷派股权的资金出处 贷款形式是所谓的内保外贷 也就是乐视用现金和股权压上百分之五十的保证金质押 在境内向招商的上海川北之行做了抵押 而招商的香港分行给予了贷款 乐视凭借这笔钱获得了酷派集团百分之十八的股份 还有一个董事会的席位 而二零一七年四月乐视系的境外公司开始出现了预期 境内公司也没有及时帮助境外公司来归还招商银行的欠款 因此境外银行向境内银行进行了追索 而境内银行则把冻结的现金部分转给了境外银行进行支付 而冻结的股权通过司法程序进行追索 因此招商银行上海川北之行 在当年的六月向上海市高院提交了有关申请 在二零一九年十月甘威申请与贾跃婷离婚 而贾跃婷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向法院提交的声明显示 甘威向贾跃婷提出了大概五点七亿美元的索赔金 而此前披露的声明则显示 按照最新的重整计划 甘威要分两次向债权人信托交出合计一百二十五万美元 贾跃婷一手创建了所谓的乐视帝国 而在二零一六年十月 他自曝资金链出现紧绷 乐视的体系随后也逐步坍塌 二零一七年贾跃婷飞往美国 至今也没有回来 留下了百亿债务一地鸡毛 尽管供应商投资方还有银行等 把贾跃婷以及关联方告上法庭 但是至今也没有锁回赔偿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贾跃婷向美国的特拉华州破产法院申请了个人破产重组 而贾跃婷提出的方案是成立债权人信托计划 未来其个人所有的FF股权还有相关的受益权 全部转入债权人的信托 而相应的债权人也放弃对贾跃婷还有妻子甘威的债权追偿 几番薄一下来 在美国时间的五月二十一日 美国加州中区破产法院通过了贾跃婷的破产重整方案 他的美国个人债务即将解除 而国内的债务获得四年的宽限期 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号的时候 贾跃婷发布了公开信 宣布其个人破产重组在六月二十六日正式完成 但是破产重组过程中向美国法院申报债券的都是国内的各大机构 勒势网的股民并不在其列 而贾跃婷在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对于勒势网的现状难辞其咎 他在破产重整后的债权人信托中 流出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资产 用于对勒势网股民的货有补偿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要闻的有关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